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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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黄大年》呈现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时代楷模黄大年》 新有大我 制成报裹的先进世纪 是长影近年来轻力打造的主旋律电影精品 我们的长影场的价封就是以主旋律为我们的价封 我们创作的影片都是以人物理想 欧格时代 欧格英雄 工作一点都不好 那你说说看 怎么不好啊 我想天天都见到爸爸 最新引进的那个是三尺伸缩壁 能无线伸缩 能升 那假如说你拍那一种镜头 一直能伸到窗户里 展现特殊镜头使用的 它这款镜头能下水 在水下拍摄 它可以进行水平 这种水平 翻感 还有抚养 三百六十度无四角 悬浮感 这款机器 世界上一共才有四台 这是亚洲唯一的一台 孙明说 一部好的电影不仅需要剧组的精心创作 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先进的器材装备 也是成就一部优秀影片的必要元素 近年来 长影先后投入上议院资金 更新了大量设备 陆续推出了辛亥革命 索盗医生 老阿姨 守边人等一批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 离开摄影棚 来到长影乐团的排练厅 这首《我的祖国》正是长影交响乐团和民乐队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精心筹备的经典曲目 陈万斌是长影乐团明乐队的队长 这次明乐和交响乐的合奏演出 他已经筹划了很久 长影今年就是说乐团演出就非常亮 非常大 加一起都快上百场了 不搞笑就是末首成功那些东西了 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样化 为新中国70周年出更好的精品 2018年 长影乐团解散了20年的民乐队重新组建 同一年 他们成功参与举办了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而这一年 也是长影实施振兴主业 重塑辉煌战略的第二年 眼下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及下一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党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 长影正在精心打磨 男人东 中国高铁 我和我妈的高考等影视项目 从长影集团的前身长春电影制片厂算起 长影的年龄比共和国还年长四岁 从成立之初到现在 他们累计创作拍摄一支各类影片达3300多部 生动记录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 长影出品的一批优秀影视作品 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等重头奖项 荧幕上光影释放的长影温度 传递着信仰的力量 汇就着长影影视创作 始至前行的改革步伐 回顾长影的历史 就是一部为人民创作拍摄 主旋律电影的历史 几代长影人毕露蓝绿 在骨血最深处 落上了身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排头兵的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进入新时代 长影依然坚持把文艺作品的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实现主旋律影片市场化 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打造更多精品立作 使其成为不断凝聚民族精神 引领时代前进的精神动力 都说童年是人生最美的时光 但最近一起热点事件 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近日亲妈踢踹 同模妞妞的视频引发了公愤 也揭示出了被人们忽视的 同模行业背后的心酸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月8号 同模妞妞在拍摄过程中 遭受其母亲踢踹 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 虽然女童妈妈 已经通过微博发布道歉声明 称绝无虐童之意 但网友并不买账 虽然妞妞妈妈发出 这样的道歉和澄清 但是并没有获得网友的谅解 随后还有知情者曝光出了 更多妞妞挨打的视频 好 给我打招呼 快点 给我打招呼 给我下一个 屁股扭一扭 小圈 转起来 好的 屁股扭一扭 我觉得来GP拍照的小孩 真的是挺可怜的 没有一个小孩会喜欢她 除非是大摩 我是有的人是喜欢她的 不喜欢读书有的是 我拍照的时候 在GP里说句话 我被打招呼 我被教训 真的是很正常的 我看这里的妈妈 因为小孩子有时候 大家都在感受 就是说 摄影师啊 商家啊 机器也是很多的 摄影师也是感受之间的 大家看到东西这样子的 不过就是让你来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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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经有一百多家 淘宝同装店主 联名呼吁 商家与品牌联合起来 严格规范同模拍摄 严禁一切粗暴对待儿童的行为 拒绝使用一切 在拍摄过程中 存在损害儿童权益行为的图片和视频 10号晚 淘宝也在官微回应说 愤怒之后我们更需要行动 此前与其合作的多家店铺 已将妞妞的照片下架 就视频来看 这位母亲踢了孩子一脚的事实 无可辩驳 如果这是偶尔为之的管教举动 确实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但是如果暴力管教成了常态 那涉事母亲恐怕很难摆脱家暴嫌疑 任何针对孩子的家暴 都需谴责乃至严惩 为人母者也没有法外的豁免权 妞妞连续两天登上了热搜 网友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 小小的孩子不仅帮家里挣钱 还遭亲妈的暴力欺凌 可谓大邪的一个惨字 原来看似光鲜的童谋背后满是泪痕 而且童谋行业已经发展成了 一个很大的市场 于是童谋童性的家长 开始重新被大众审视 他们是为孩子好还是为自己好呢 孩子的童年到底谁说了算呢 据知情者介绍 童谋是随着网店流行起来的 最初童谋都是淘宝店主自己或者是亲戚朋友的孩子 后来逐渐开设童谋经纪公司 上海 广州 杭州等地童谋生意火爆 受市场因素影响 童谋指定身高多介于100厘米到130厘米之间 160厘米是极限 接不着订单就得离开这行 因为童谋黄金年龄在3到7岁左右 不少家长让上日幼儿园的孩子勤假拍摄 还有推迟上小学时间来拍摄的 国内童谋平均一天收费4000元 一童谋圈摄影师称 曾拍摄过一个中美混血童谋娜娜娜 保守估计一年300万的收入 最低起价1小时6千 她总会对外人说 我家别墅都是我买的 很多家长希望借助孩子的努力改变家庭命运 据媒体报道 童谋工作时间长强度大 童谋一天工作时间约为8小时 一名叫谷歌的童谋 曾经从早上7点拍到凌晨2点 264件衣服在她身上穿上脱下 面对反季节拍摄 谷歌前一秒还在低头跺脚 看镜头扫了过来 立马腰背挺直 露出标准微笑 面对采访镜头 童谋歌会熟练地说道 我一定要努力把照片拍好 让所有的客户都满意 另一名叫Diffany的童谋 曾日晒雨淋拍摄6小时 也没有抱怨半句 TF Boys 吴磊 杨子等等 近年来同兴的可持续发展 点燃了不少家长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希望 原本让孩子去适当参加 一些广告的拍摄 走个秀 也算是增长了孩子的建设和阅历 但是当童谋成为一个职业 成为一个谋生行当之后 就变了味道 在采访中 大部分家长都表示 如果有机会尝试一下 也未尝不可 希望培养孩子在艺术领域的兴趣 但也有家长认为 学习艺术不一定通过 公开表演的方式 更看重孩子在文化科方面的培养 日前教育部是公开印发的 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 明确要求各地教育部门 进一步加强适令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上半年将会集中开展排查 对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 导致适令儿童少年 未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 要坚决与纠正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 也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禁止使用童工是一条法律红线 但是像童模属于短期的劳务合同 法律一般不做禁止性的规定 无论有没有明文规定 孩子都不是一门生意 毋庸置疑 随着童装市场的快速发展 童模等行业应运而生 并无原罪 但各种的混乱失序 以及各种权力道德边界的争议 也不应该被无视 拍照同模造妈妈踹 只是一个引子 在他们亮丽的形象展示背后 有着怎样的残酷和失序 又该如何平衡 则需要更多的公共观照 规范儿童拍摄与表演 光靠行业自律 与家长自觉远远不够 更需要法律机制的系统完善 总的来说 在儿童权益保护 不慎健全的前提下 相关的法律规范 严格一点 社会舆论警觉一些 都不是坏事 有时候别以为孩子小 就忽视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孩子的学习能力 判断能力 常常会超乎家长的想象 最近有一项调查问 要不要学习 现今社会上的网络流行语 孩子会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那可真的是人小鬼大 我们一起来听听 反感的网络流行语是什么 死歌儿 什么事都是死歌儿 死歌儿 能不能死歌儿吃啊 任何事情下面 都会有人说 像起了爱情 因为单身久了 出现幻觉了吗 小哥哥小姐姐 这两个词很有意吗 你遇到不认识的男生和女生 那你要怎么叫呢 叫叔叔阿姨好 他们那一些人幼稚 就说小学鸡 这个词是对我们小学生的侮辱 现在我最讨厌就是说 爱老权 收集666啊 真的想谈谈那个 各种网络书记特别令人反感 XXWL 笑死我了 DBQ 对不起 难道中国汉字满足不了你们吗 哈哈哈哈 现在好多人就是一遇到开心的事情 就哈哈哈哈 现在特别没有文化 奈何本人没有文化 一句哈哈走天下 吴玉凡有一首歌叫Bad Girl 应该全是网络用语 什么我想尽情 成像前后步的感觉 特别土憋 特别low 我想尽情 有一些人把古诗词 变成了那种笑话 在网络被改成了这样子的 李白传咒不给钱 鱼风一脚踢下船 桃花潭水三千尺 不知李白死没死 可是污入了那些伟大的古诗词 作家李白肚骨管为白军以后傲然 你觉得现代人一定要懂网络流行语吗 懂一点吧 因为你身边很多同龄人都会用啊 要是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就很吃亏 就不是说别人说你是魔鬼吗 然后你觉得是哇你在骂我 就为别人只是赞美你吧 不一定吧 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就是脏话了 影响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健康的成长 网络要有意表生命周期很短的 比如说来说香菇 现在说这个人感觉特别土 开心了就只会哈哈 开心了就只会呜 今天挑了你的词汇就会越来越频繁 你觉得现代人一定要懂网络流行语吗 我认为没什么必要 有那个时间去了解网络流行语 还不如来伍多被几手 唐诗送粉的 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几世捧好人 如果你忧愁的时候 就可以说白头骚更暖 魂欲不胜灾 如果你斗志将的时候 就可以说最一定要的感觉 梦回吹叫人 有诗音的时候就给你说一点 清淡高雅的 独作幽黄里 谈情不常笑 神里人不知 明月来相当 早餐吃剩下的鸡蛋皮儿 午餐吃剩下的鱼骨头 擦桌子用过的湿巾 买电器卸下来的纸箱子 吃小水品剩下的塑料袋等等 人在生活中难免会产生垃圾 这些垃圾怎么扔你知道吗 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将会于5月1号起实行 条例共8章56条 今年长城市将在 795家公共机构 9家大型企业 50个封闭式物业管理小区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有人说扔了大半辈子垃圾 突然不会扔了 我们挑干货跟大家普及一下 什么是垃圾分类 本条例所称生活垃圾分类 是指按照生活垃圾的成分 属性利用价值处理方式 及对环境的影响 将生活垃圾划分成若干种类 实行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行为 生活垃圾分几类呢 有害垃圾 易辅垃圾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那垃圾到底该如何投放呢 条例规定啊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垃圾 不落地的原则 在规定的时间地点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不得随意抛弃 倾倒堆放 其中对于有害垃圾 餐饮垃圾的投放等 都有明确的规定 条例明确 体积大 整体性强 或者需要拆分再处理的 大建垃圾 应当预约 或者委托物业服务企业 预约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 上门来收集搬运 长城市将会按照 谁生产谁付费 多生产多付费的原则 逐步建立计量收费 分类计价 易于收缴的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 具体办法由长城市人民政府 另行制定 此外呢 参照外地的立法经验 条例设立了七条处罚条款 对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规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近日呢 一则男子身穿 纺织日本军服迎亲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 引发了广大网民的强烈前作 有网友直言 恶俗丢人 等着被抓吧 4月11号 郑州市公安局的通报来了 警方依法对白某恒等人 处以行政拘留 7至10日与训诫等处罚 2019年4月10号上午 白某博的迎亲车队 行至龙湖内环路 与龙园二街 白某恒 龚某鹏二人 将实行准备好的 纺织日本军服 拿出并伙同李某杰 强行将白某某的衣服脱掉 并换成纺织日本服 在此过程中 负责婚车的韩某企 使用手机将这一过程录制成视频 并上传至网络 对于这一事件 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把无知当个性 懂不懂什么叫勿忘国耻 郑州警方郑重提示 公安机关将对此类 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 任何挑战国家 与民族尊严的行为 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种罔顾民族感情 无视公序良俗 毫无底线的迎亲方式 网友不答应 法律也不会坐视不管 结婚本是喜事 但华众取宠 违法妄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不管是无知还是友谊 必然受到法律的惩处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冤 春暖花开 不仅是好动的孩子 许多大人 也加入到了 放风筝的队伍当中 但是放风筝时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今日江苏南通两名男子 就被缠在手上的风筝线 严重割伤 那么风筝线 为何会如此锋利呢 4月9号 江苏南通两名男子 放风筝时突雨大风 导致风筝线缠住手掌 其中一人四根手指被割断 另一人半个手掌被割断 幸运的是 两名男子被及时送医 经过16个小时的手术 两人离一段的手指手掌 全部被截上 并且成活 看似脆弱一段的风筝线 为何如此锋利呢 风筝线切割力 主要与三种因素有关 线的材质 风速和物体 相对运动速度 假设一位市民骑摩托车 碰上风筝线 造成的皮肤瘦窗面 长度可达10厘米 对身体产生的压强 相当于支架承受 100斤重物 相当于菜刀切蔬菜时 蔬菜所承受的压强 所以放风筝时 千万要当心 专家表示 绷直状态下的风筝线 对物体的切割能力 堪比匕首 除此外 放风筝时 因碰到电线 引起触电的案例也不少 提醒大家 放风筝的时候 尽量选择空旷人少的地方 风筝线要醒目 放风筝的时候 最好戴上防滑手套 儿童一定要在家长 陪护下放风筝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资讯板块 先来看一条 来自一气集团的好消息 今年第一季度 解放实现开门红 中重卡销售突破11万两 市场份额突破26% 解放清卡 首次实现季度突破2万 单月突破1万 同比增速连续三年 位居行业第一 解放经经济区域 G6产品销售10214辆 创造了解放单基地 单区域销量破万的用时记录 4月初春时节 带您去查干湖 看一看百万尾鱼苗 投入湖中的场面 为了维护查干湖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995年开始 查干湖建立了鱼苗养殖基地 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 向查干湖投放鱼苗 共约800万位 向查干湖投放的鱼苗 每尾约2两种 为了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鱼的重量达到12、3斤后 才会被捕捞 近日黑洞图片版权问题 引发关注 国家版权局重视图片版权保护 依法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各图片公司要健全版权管理机制 规范版权运营 合法合理维权 不得滥用权力 国家版权局将把图片版权保护 纳住即将开展的 建网2019专项行动 进一步规范图片市场版权秩序 今天生态环境部通报 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19年1到3月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6.9% 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 96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同比增加28个 2019年1到3月168个重点城市中 林粉 石家庄 邢台市等20个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产 拉萨 海口 深圳市等21个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上午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高峰介绍 第125届广交会将于4月15号开幕 本届广交会展览面积 118.5万平方米 展位总数达到60651个 境内外参展企业25496家 和网界相比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和产品结构 持续优化 当地时间11号晚 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以色列创世纪号月球探测器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后 开始在月球北半球进行着陆操作 但随后 它与位于以色列的指挥中心 多次失去联系 以色列创对随后宣布 探测器最终坠毁在月球表面 这次着陆行动宣告失败 尽管北半球大部分地区 都迎来了和煦的春天 美国中西部却在近期 遭受了炸弹气旋带来的恶劣天气 在南达科达州 局部地区的积雪厚度 一度达到40厘米 由于恶劣天气导致交通受阻 给民众出行带来危险 科罗拉多州 明尼苏达州等地 有数百所学校暂时停课 一些政府机构也暂时关闭 水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家放中品位里 使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影里的故事 七十年前 中国共产党 从背靠太行山的小孙洛 买开进京赶考的步伐 七十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 从未停下赶考脚步 七十年砥砺奋进 中国共产党人的达卷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挥弘扑展 奋斗不负使命荣光 一份喜报令人欣喜 2018年9月 西百坡所在的平山县脱贫出列 摘掉32年的贫困帽 暖风轻浮西百坡 又是一个春天 今天让我们走进光阴 看看昔日赶考路的沿途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北坡之前呢 这个 吉人丹党人在交流 主席提出了 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去 我们不学李自成 不要退回来 这也可以说是 赶考提出的一个由来 这赶考的提出 也应该反映出了 我们主席 和我们共产党人 对当时这种不同形式下的 一种清醒的认识 也是尊重地告诫我们全党 尤其我们全体共产党员 要牢记赶考这个使命 保持清醒的头脑 为我做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为我治好我们的党 这个提出了一种尊重的告诫 毛泽区当天晚上是 进入这个家庭以后 当晚饭以后吧 开了个座谈会 这个毛泽区住了那屋 临时打了个铺 临时打了个铺板 没完事吧 打了个铺 在那儿 进行了简单的 座谈 这问了问当时 咱们这个解放区 生产情况怎么样 第二天早晨 他为了不再继续 这个干扰群众的生活 这是天亮 到底什么时候走的 几点钟走的 这个是天亮的人们 开始出来 开始准备下地 实际上咱们这个首长们 早已经离开这个村 傍晚时奔 到达城里 才到咱们现在这个地方 晚上下榻就在这里 这地方是当时42军队军部 晚上呢 主席一行在这儿呢 还有个小会议 第二天呢 25号早晨乘火车 离开去北京了 现在大家 这个地方呢 已经是三亿小学院妹的 一所 大家看到比较老的房子了 但这个房子呢 因为是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 所以现在已经成为 这个 桌州市集保护文物 也是成为咱们 三亿小学 还有很多教育机构的 教育基地 经过七十年的发展 七百国这片红色热土 已经发生了繁田富裕的变化 劳急穷重 生活水平 祝福提高 终于完成了 特平攻坚任务 坚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以坚如磐石的信心 只争朝夕的尽头 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步一个脚印 把前部古人的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 2019年新年贺词 激励鼓舞着亿万人民 站在西百坡 置身新中国出发的地方 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回响 新潮澎湃 豪情满怀 节目最后 让我们追寻春的气息 走进繁花的世界 祝愿我们的祖国 犹如这缤纷世界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今天节目就到这 感谢今晚有您的陪伴 朋友们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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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